松山文創園區2022夏日鬆一下 夏威夷 Summer Festival活動正式開始 請啟動 由台商的貴賓為我們暗下的光彩的光柱 象徵我們這次要帶給來訪的民眾 相當豐富的夜生活體驗 台北市長柯文哲 與台北市副市長蔡炳坤等多位貴賓 共同參加松山文創園區 夜間市營運的啟動儀式 擔任這次活動的夏日導遊熊寶 和台北觀光大使熊讚 也同台演出 炒熱現場氣氛 有你保持更完美 追 這一刻就在你身邊 別看怕走得太遠 有愛情有多特別 一起的世界別人不會累 再闖起 再闖起一邊吹 為了我從那麼疲憊 有你保持 只實現 有愛就陪我起飛 一起用快樂 感覺路在遠 無所謂 借我你的手 有愛情有多特別 一起的世界別人不會累 再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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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平靜靜靜靜快 我的朋友用愛就陪我起飛 一起用快樂 感覺路在遠 無所謂 非常感謝 謝謝 這次也帶大家回來的熊讚 臺北市的觀光大使也一起來支持我們的活動 為了讓民眾有機會體驗夜晚的松菸 松山文創園區今年夏天正式啟動夜間試營運模式 即日起至9月11號的每週五六日 延長營運到晚上10點 市長柯文哲也走訪體驗松菸的夜生活 包括由鍋爐房變身的古蹟咖啡餐酒館 新台式辦桌體驗以及美味市集 柯市長親自走逛園區一大圈 感受到松菸團隊用心規劃的夜生活相當有吸引力 後面的部分大家都需要點吃吃喝喝 所以吃喝的部分大概過於直到10點 吃喝在哪裏 吃喝等一下我們會到 這邊是有一個叫做黃阿瑪的冰果市 賣冰的 市長那個商家祥請你吃冰 來來來 市長 歡迎市長來吃冰 哇 拍張照片 拍張照片 還有副市長 局長 局長 這怎麼那麼大一個 這金區這麼大 對 先交一下 要慢慢交一下 這個是跟永康街的 對 經紀服 黃阿瑪的冰區 對 黃阿瑪 這個一大早就有排隊 我看就知道了 這邊是何總 何總 何總 來來來來 我看這個一句 市長好 謝謝 市長金 然後接下來右手邊 一 二 三 好 接下來我們來左手邊 這邊看一下 一 那其實是個光雕 對 以前的光雕都是做滿版的 我們還有只有今天 沒有 以後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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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是整點開放 整點就是有 配合音樂 對 市長可能往後再一點 比較看得出來 對 所以我們就用夜間招待所 招待這些下班的人 然後假日夜間配取的地方 太好玩了 對對 我們都準備一些多版 大家可以用完餐就可以聯繫 這裏的本質一定啦 這邊角落生物的焦型滿頭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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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大生了 應該很後來拍一點 市長我們到裡面拍好了 我們到裡面拍 幫他閒消一下 對 請進去 老闆進去 老闆 我想拍到了 好 放快燒 OK 有點 好 放快一點 我們請後退一遍 好的 一遍 放開 市長在 這個 松菸 你知道 85年的歷史 那估計相當多 只是說怎麼去把它弄得更漂亮 這是我們最近在思考 那剛才也講過 過去台北就是 缺少人家說缺少夜生活 像我們去漢城 有那個叫華克山莊 到巴黎有什麼紅磨坊 還是什麼 又在想說台北很少 有這種夜間活動 那當然我們現在重新要在尋找的時候 第一步先把松菸 晚上那個開業的時間 先延長到晚上10點 第一步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說先讓松菸 先把夜景帶進來 因為它漂亮一點 至於日華怎麼發展到什麼 那就市政是一棒接一棒 後面繼續去思考 我記得柯市長有講到說 改變台灣就在台北 改變台北就在文化 作為一個盤觀者 其實我一直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 柯市長對文化的政策 有三個 一個就是把台北整個打開 第二個 台北的文化就是生活 就是在很多細節上 它就是文化就是生活 第三個文化就是產業 文化如果沒有產業的話 它沒有辦法再生 那今天在松菸這邊 我覺得松菸今天這個場合 就完全印證了 第一個打開了台北的一個地方 連結了松菸四周的所有文化場館 包括大巨蛋 包括那個國務紀念館 包括更遠一點的四十南村101 甚至於包括我以前工作過的華市 其實對我來講我很感動 因為在16年前 我在華市當總經理的時候 有個願望 那時候大巨蛋還有五年才會蓋 我就很希望華市能夠連到這邊來 因為華市公共化以後沒有什麼優點 沒有什麼優勢 它可以連到大巨蛋 連到松菸 就可以活下來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市場所主張的打開台北 然後生活就是 文化就是生活 還有就是文化就是產業 今天在這個場合 完全看到了 最近常常有人問我 為什麼松菸要在這個時候辦夜間營運 我 我第一個真心不想私藏松菸 這個時候的美好 我相信今天的大家都是主人 也是客人 我們以前以過去松菸六點 基本上早就關門了 這麼美好的樣子的 巴洛克花園 從來都是松菸團隊自己 自己品嘗 那這件事情在2019年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六點關的時候 太陽還高掛著 我覺得實在是太可惜了 但是呢 要如何把客人留在松菸停留 是需要很多周邊的服務的 所以在這邊也利用這個場合 謝謝這次所有的合作夥伴 包含了五五三項的大家 那這次如果沒有這些大家共同的服務 去服務我們的市民朋友 或者是來台北旅遊的國旅客人朋友們 我們沒有辦法把這麼好的一個場域 跟那麼好的氛圍介紹給大家 那其實這個 整個我們大巨蛋的這個 慢慢在收工 那這個將來我們這個松山文化園區的動線 可能要改變 從這個光雲南路進來 那也希望說到將來是 我們台北市在辦活動的時候 通常是帶有這種 這種都市計畫的角度來帶動活動 比方說 我們今年的台北燈結就在四零半 那我們的這個白奏之夜 也會在這個 這個在什麼 科學園那個 山館域園的地方 就是那個天文館 科學館那個地方 那其實是配合什麼 北一的環境 所以我們在辦活動的時候 會把整個都市計畫的發展帶進去 那 在這個疫情解放之後 大概台灣重新開放邊界以後 全台灣第一個最大型的國際活動 是台灣燈會 那台灣燈會 將來會從 國務紀念館 大巨蛋 松菸 然後信義商圈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 台灣重新面向世界的時候 我們把台灣燈會 辦在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大目的 把東區的這種 那種 怎麼講 熔景 重新帶回來 我看到了滿滿的商機 這一定會花的 市長我這邊看一下喔 市長這個 後面如入圍裡打開之後 這條路會更滿 對 它是整個園區內的 我們這邊看一下 晚上喔 就像現在夏天 就晚上比較涼 就比較舒服 逛了 它身上的東西啊 就是鱗筋 有很多客製化的鱗筋 對 然後還有很多狗的零食 我看到這些很多 那個很有創意的市集 就覺得還滿不錯的 裡面的東西都 我覺得就很不錯 這一次當然是期間限定喔 因為大家要在這麼風景 這麼棒的一個 一個松盛文創園區 夜間停留下來 其實一定是要有一點 吃吃喝喝的喔 那這邊我們規劃的 就是比較偏向 我們講的所謂的 夜間招待所 比較偏向是 風格品牌型的這種 街邊的飲食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呢 是比較進入大殿堂 我們講成慶市的 新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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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系 酒宴喔 這就是所謂的 我們講 在中南部都會有吃半桌嘛 但是到台北來 不容易吃到半桌喔 所以它做了一個稍微小型的 四個人的半桌 所謂的戲的部分呢 就是您去吃 喜宴的時候 同時有可能會變成是演員 因為他可能會在那邊做 求婚的儀式喔 那卡瑪的部分呢 是在預計8月4號的時候會加入 因為希望說 這麼棒的一個環境 未來希望有人 如果你在松菸座停留的時候 你也可以在這裡喝點咖啡 吃點點心 喝點小酒 我想卡瑪的豆流文青會滿足大家 對它其實過去呢 在松山煙場時期 它其實是個古蹟喔 它經過兩年的規劃 跟過修復再利用 所以已經是全面的完成喔 所以它預計是在8月4號的時候 就會跟大家來見面 夜市的部分呢 我想說夜市除了吃喝之外 其實是要給大家能停留嘛 所以這次也在我們的巴洛克花園 有規劃了 像表演還有電影的欣賞 那這個部分原則上是每個五六日都會有 那大家可以買東西 到巴洛克花園去看表演喔 我相信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晚上的旅程 從來沒有過 因為松菸過去都是六點就把大門關了喔 所以我覺得說大家 不知道晚上在松菸 縱使覺得天氣很不錯 但是你也不知道在松菸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這次才會覺得說 其實夏至到了我們官員的時候 太陽其實還滿在 還在 還在線上喔 所以我們 首次希望打開 讓大家到松菸來做客 然後希望可以停留時間多一點 在這裡把親朋好友邀請過來 除了集結各種吃喝玩樂的夜生活 松菸團隊也與藝術創作者 合作打造光雕作品 在風箱大道綻放 還有公共空間的大型塗鴉創作 也成為拍美照的新據點 另外活動主題視覺在夜間全部點亮 以及古蹟牆面的光雕投影 都讓夜晚的松菸散發出與眾不同的魅力 松山文創園區歡迎各地民眾 今年夏天的週五 週六和週日 一起來深度體驗松菸多元風格的夜生活文化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